欢迎各位计划全面进场 11月20日星期三的第三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长和系创办人兼资深顾问李嘉诚 昨天与中大后任校长奴玉明进行视像对话 李嘉诚提到 现时香港的经济面临的挑战 不是靠简单投入就一定会成功 第二宗消息 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清回复HK01时表示 中原被恒大军龙湾 现在改名为提案的卖方 拖欠了超过一亿元的佣金 目前正是循法律途径 控告相关公司讨回佣金 施永清又透露 正是申请快期 希望尽快处理事件 好了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告一九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李嘉诚到底如何去评价香港的经济 近年也比较少去公开 评论香港 昨天 李嘉诚以视像的形式 出席了记者会 和后任中大校长奴玉明对谈 从影片可见 李嘉诚的精神状态良好 身穿着西装 坐在写字桌前 李嘉诚提到 现时香港经济面临的挑战 不是靠简单投入 一定会成功 李嘉诚说 一直都认为 深度研究 如何利用医疗科技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达到低成本 高效益 并且提高服务的水平质量 这样就可以开拓医疗经济 为香港、中国和东南亚服务 以上就是李嘉诚昨天 发表的高建 他说的东西的确是高建 因为他就是 在香港这么多地产商当中 做这个分散风险 做得最成功的 全球的业务 白足这么多爪 从来都没有说过度依赖单一的市场 不会说个别的经济体 嵩荡、干堂 对他的业务有什么更大影响 他的而且确就是 全香港的富豪当中 最高瞻远足的人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 就算不喜欢他也好 在他的说法里面 究竟有没有什么言外之音呢 他提到 他说 不是单靠简单的投入 就一定会成功 较早前 夏宝龙主任去到深圳 召见一众大妈撒 叫他们出众投地 叫他们支持北部都汇区 交以州人工赌 其实就被外界认为 催促他们 要多些投地 诚哥就说 不是靠简单投入 就一定会成功 不是把钱放出来 就会成功 投完地之后 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是不是 卖卖出呢 卖卖出呢 卖卖出一个好的价钱 会不会虚钱呢 等等 究竟李嘉诚所说的 这件事是什么呢 他没有很具体地说 大家自行来思考 香港经济面临的挑战 不是简单投入就成功 要大刀闊斧地去改 那改什么呢 他没有具体地说 这些就留下 持权的人自己来思考 实际上很多东西是要改的 正如 行政长官李嘉超 自己也说要改革 但是有些东西要怎么改革呢 给市民看到你究竟是口改革 还是行动改革呢 改革的具体方向又是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 你改完以后 到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买不买账 这才是问题 如果你一直说自己改革 一路就是这样 骂到美国佬撻皮 是一路对他口诛不伐的 那 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别人不认可你的时候 香港可以重拾昔日的光辉 以往香港之所以能够成功到这样的程度 不是靠大陆 不是靠中东 也不是靠东盟 而是靠美国 靠西方的认可 你现在天天走去得罪他 那我就不知道对于经济的发展 会有什么的帮助 好了 另外我看了一篇文章 也挺有趣的 我觉得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这篇文章 就是由 几卫集团的 湯文亮 所写的 就是说到 关于投地的东西 所以我就 说一下他这篇文章 他就说 有些KOL 可能不知道 银行不放水 除了那几个大地产商以外 其他中小型地产商都很难投地 况且现在手上的存货也不少 如果不去这样的库存 中小型地产商是不会投地的 而大地产商就算投地 出价也不理想 所以现在无论大中小型的地产商 投地的意欲也不大 但是 并不是说看不上香港 我对他这种看法 真的觉得莫名其妙 他说 那些地产商就不投地 不过 他们不是不看好香港 如果他们看好香港的时候 为什么不投呢 我们看看他的演绎 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湯文亮就说 地产商最担心的 就是投地之后 都没有人买楼 他们就会损失散众 所以 就要找一些更高级的官员 向一些地产商解释清楚 中央大官邀请一大班地产商 去深圳开会 有人说是招费 湯文亮就认为 不是 照费就不会用大官的 一个小官的效果更好 也不会这么多人一起照 单独照费就比较有效 我认为 湯文亮就是一个相当善亡的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在2004年的时候 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带同他的问责团队 去到澳门那处是述职的 就是获得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接见 胡锦涛在称赞澳门行政长官的同事 就对董建华说 要总结经验 查找不足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八字真言 这个其实是公开的讲话 媒体也拍着 所以 汤文亮说 照费就不用用大官的 用小官都可以 我不太同意 大官就大官 最大的人都试过 公然照费 那又怎样 所以 他说的东西 我认为 不能说得通 起码说服不了我 是不是照费 我就不知道 但起码就是催促地产商去投地 但是他就解释说 那些地产商不投地 就不是 不看好香港 就担心投了之后 就没人买 那就是不看好 如果看好香港 怎样就没人买房子 每个人都欠崩头 仆佳地去买 那怎么现在这么多 制销货 那些单位 变成了逻底厂 卖正借 就是因为不看好 最起码就是买家 也不看好 市民也不看好 那如果说地产商 为他有这样的眼光 认为 若干年之后 会翻生的 那个楼市 现在好去投 还不趁地价够便宜 趁低吸纳 地产商哪有死错人 计数而已 湯文亮又说 他相信大官向地产商 传递一个讯息 就是来港的尊财 优财 投资移民 甚至学生 都会源源不绝 言下之意 就希望地产商把握机会投地 否则 数量庞大的来港人士 很快就会推高香港的租金 和楼价 这不是中央希望见到的事 如果地产商都坚决不投地的话 中央就唯有削減移港的人数 这个虽然只是我的揣测 但我认为 虽不中 亦不愿意 我又是不同意他说这件事 第一 他就说 如果地产商不投地 中央就会削減移港的人数 中央怎么会有动机去削減移港的人数 这个正正就是 腾龙换鸟的大法 黄丝就走一大班 蓝丝也有些依附过去 尤其去了英国 那 对了 合大陆河车 现在的经济坏了一点 不要紧 他就是想那些杂音 没那么多 现在就求人得人 对吧 至于大陆放多些人到香港 对于他的管治也是好事 放多些人下来 那就对了 那些自己人来的 就同化了 怎么会放少些人呢 第二 他就说 如果这么多人下来 就会很快推高香港的租金和楼价 现在的租金和楼价推高了没有 租金就推高了一点点 因为那些 有事业需求的人 就不肯去买 宁愿租金 因为一买的时候 就会跌到陷阱当中 一买一年就跌一成 那他不得你死 租金反而没有那么亏 所以租金就不用那么着急 但反而说 数量庞大的来港人士 会推高楼价 现在香港的人口数字 都已经是 又创了历史新高 760万 之前走的那些黄丝 中产 专业人士 或者外国的专才 已经在数量上 人头上 填补了 那有没有升到这个楼价 没有 还跌了 即是说 现在来香港的那些人 其实他就没有购买力 他顶多是租金 你叫他买 就细细 那些人都不是白痴 你叫他买 买一样资产 有机会贬值 所以他说这件事 我也是不同意的 湯文亮最后就说 如果下次的地产商 拥药投地 那就证明了 他的揣测 是没错 他那些真的是揣测 没有什么证据 至于未有楼 或者打算卖楼的人 也要明白 在数量庞大的 优财专财来港的情形下 一定会推高香港的楼价 彭博也说 明年的住宅空置率 会降至4%以下 租金上升5% 不买楼就个人选择 有没有必要卖楼呢 就要认真考虑了 那我就觉得他是相当乐观的一个人 明年会升5% 那大家看看如何 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 他会对华对港 推出什么政策呢 他是一个可预测性非常之低的人 心不可测 不会这么容易被你猜到的 所以呢 所以 一个人乐观也是一件好事 哈哈 做人都开心一点 但是他说这些东西 就是 其实是有利益冲突 因为他作为一个地产商 他自己本身也是 好 接着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件消息 就是关于君隆湾拖涌的个案 恒大君隆湾 现在改了名为提案 这个提案 其实是位于哪里呢 就是一个扫管窟的楼盘 这也是很格涉的 HK01就说 接获恒大君隆湾 现清提案的业主求助 说买入的单位以来 已经时隔四年了 但是一直都收不到 地产代理所承诺的回佣 和回赠 涉及的辅主人数超过300人 牵涉的佣金高达1亿5千万元 那些业主就说 过去几年来 多次是向多方的机构追讨 和寻求协助 包括項目发展商 地产代理商 警方 一手销售监管局 和地产代理监管局等等 但是都是求助无门 HK01就去访问 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清 书老板说 中原本身被恒大军龙湾的卖方 拖欠超过1亿元的佣金 目前正是循法律途径 控告相关公司 想讨回佣金 透露正是申请快期 希望尽快处理事件 这个楼盘早前的卖方公司曾经转手 新接手屋苑、业权和销售的人士 理应承担过去的债务 这是施老板的见解 他提到 在地产代理同行当中 中原就是被拖欠佣金的代理行 涉及过亿元 集团又和小业主沟通 不過 中原也收不到佣金 也很难自己拿出来先 他是不肯定资的 你不要想着 你追不到恒大的卖方 你追我中原 我都没收到 我怎样给你 给你一条毛你又有 我帮他演绎 书老板哪会有死错人才行 他一向都是这样 不要说你那些小业主的回勇 就算在大陆 那些做地坦中介的维权 他也是一样的原因 我都没收到恒大给我的佣金 我怎样给你 膝头对上就给 他都说我有入品 告他 告他有什么用 那你那个债权人 有分先后次序 那你中原排第几 是不是 施永青就说 协议都写明了 中原收到佣 才会再向你的买家拆佣 回佣 部份小业主自行追讨 也有透过议员去追讨 但是 冤有头 债有主 那你们要追发展商 才是 施老板的意见 都很清晰 追他也没用 写到明 我收到你才有 我收不到的话 你也不要想 他一定是写得很清晰 我相信 因为 他们这些生意佬 做地产中介 怎会 给你位置 才可以 一定是捍卫了自身的利益 是不会上得到自身的 我相信 是这样的 你叫那些小业主 拿一份药 老实说 如果 那些所谓的小业主 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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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永青透露 中原计划进一步作出追讨 有意查封物业 即是 目前卖方如下的提案货美单位 他说 这批单位主要是大单位 希望查封 没收以后 可以卖出单位 估计足够填上相关的佣金数字 以及进行回佣 不过 到时也要视乎各债权主的排位 如果不是排第一 就要看看哪个债权人 是有优先权 我想 有段时间还没排到中原 我想 那家店是欠很多人的 为何只欠地产中介 恒大 所以 就要排次序 不知道排到多久 因为你要先分给第一个 然后有余下的钱 才分给第二个 你排太厚 就是混吉 以上就是施永青的说法 我们看看 辅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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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 只要入股 却多价 以後,簽訂了俗稱回詠子的現金回贈確認書 列明清楚的是買家經美聯買入單位以後 是可以獲得15萬元的回贈 而且還有地產代理的簽名 以及美聯董事級的主管簽署批核 由於簽訂了這張回詠子 林先生在2021年3月 和發展商簽約 以564萬8千元 full pay 買入一個單位 厲害,比五球幾的買 並且在7月完成交易 11月正式入住 當然,現在這個單位一定虧得了 第一,他在2021年3月 在香港樓市處於歷史封殖的時候買 現在有沒有可能不跌 至少拉平均跌三成 五百六十四萬元 即是跌了一百七十萬元 一百八十萬元 即是跌兩球都跑不掉了 第二,這個單位 其實你用五球幾來買 本身已經很不理性 大家不相信自己看地圖 那個提案 即是舊稱君隆灣 那個位置 即是跌涉到 比起黃金海岸更入 掃管窟 也不知是哪一窟 所以呢 如果不是樓市升到這樣的時候 大家 懷疑在八家樂台上 連開二十口莊 誰知道那一口就八輸九 吐血而死 沒有辦法 沒有眼光 那些人 以為一定是長路 長路也有盡事 現在就爆給你看 所以 這些單位的抗跌能力 我想指出很低 因為地理位置很差 只有在市道陷入瘋狂的時候 才能賣到這個價錢 而且這個苦主林先生 自己最後講到 他就說 事件擾讓了四年 都不指望可以把那筆的回勇 追回來 只是希望把經歷公諸於世 讓公眾得到警惕 尤其說 近期很多市場的樓盤正在推售 提醒市民買樓前要三思而行 我又不太相信他不想追回來 只不過現在他沒有什麼希望 追的話 怎會不追 15萬 升市的時候 15萬真的不多 對於林先生來說 你全批都可以568萬 就不爭躁了15萬 不過現在跌市洩入獄 那時候就不同說法 如果現在升的 那單位升到800萬 900萬 15萬會不會濕濕稅 不過跌市又不同說法 因為他很肉赤 林先生透露 現在市道極差 他有意在去年把單位放盤 調價460萬 已經比起買入價 蝕讓了100萬 但至到今天 連一個查詢的電話都收不到 因為你的定價太貴 568萬跌兩成 至少你開價也要跌三成 568萬 你起碼就開400萬 但也沒有傻子肯去買 因為 那個位置 你的日價太高 當初賣給你的時候 現在我看 350萬 都是嫌貴的 因為在大西北 很多新盤推 別人的價錢很具競爭性 別人的新盤 還有那些地理位置 比你的優越多 都賣不到好的價錢 你賣400萬 我想 就300頭 左右 有人會去收拾 但是 你賣400萬 我想 是過分一些 所以 沒有人有查詢 沒有人看樓 林先生透露 他在今年7月 曾經連同十幾位受害者 去到灣仔警署總部 第三道 暴案 本來是想著 總部的處理手法 應該教地區分局更加認真 希望總部受理個案 但是 總部連他們準備的文件 都沒有看過 就已經拒絕處理了 因為 其實這群苦主 已經多次就著同一單案件 不停地暴案 別人不處理也沒有辦法 不是幫誰說話 這亦反映得到 所謂苦主的林先生 哪有這麼豁達 不指望把錢追回 你真的不指望追回 那些錢 不用多次報案 你很多事情不用做嗎 時間成本很低 每天去報案 報警 在這裏 數虎 十多萬 找到回來 就是因為 蝕到入獄 跌了 都跌了 整個球幾兩球 其實有十五文 要回答他 扔心口也要回答他 所以 對於香港的樓市 我也是一句想奉勸大家 沉迷賭博 賭錢落海 好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